女生的夏季制服為芋頭紙 以及配上深藍色的白摺裙 女生最主要的夏天裝扮就是以白襪為主 白襪一定要過腳踝 要以全白 不能有任何圖案在上面 女生還有娃娃鞋 娃娃鞋一定要搭配 那冬天的話女生是要打領帶的 所以我們每個女生都要學會如何打領帶 然後我們會配上制服外套 制服外套是西裝外套 我們還有一個長板大衣作為搭配 看你隨著天氣變化而有些可以穿長板的 有些可以用制服外套來搭配 那我們女生 淡江女生最注重的就是我們的褲襪 我們最需要的就是因為我們一年四季都是穿裙子 沒有所謂的褲子 所以我們女生一定要都有一個很保暖的褲襪來搭配 那我們的手提包的部分呢分為深藍色 以及也是芋頭紙的搭配 這樣看起來比較有氣質 那女生還有另外一種書包叫做後背包 後背包是以藍色以及紅色 看你自行搭配為主 接下來介紹到的是我們淡江高中男生夏季制服 我們夏季制服是由灰色 及深藍色的西裝褲作為搭配 然後我們的內襯我們效規規定 只能由黑白藍灰作為搭配 接下來介紹到的是我們西裝外套在做搭配 會具有英式風格